各位观众大家好 赵家沟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磐石洪七岭镇 我为了寻访郭文贵的出生地 专门去了一趟吉林 上一集当中我介绍了整个旅行当中 从沈阳到了吉林 然后到了磐石又到了洪七岭镇 有些朋友没有看到之前的节目 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拍摄的素材 里面有一些上一集没有播放的内容 特别是到了吉林 然后坐车前往磐石这一段 我现在先跟大家稍微回归一下 我们从沈阳到了七座车前往镜 火车站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老黄我也是封城不足 这个是 这是已经到达了吉林 然后我又到了吉林市的汽车站 前往磐石 这是吉林市的汽车站 规模很小 然后现在要去坐前往磐石的汽车 前面显示磐石 应该说现在的汽车站 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蛮干净的 吉林市的是一个地级市 整个城市我去过还还可以 跟我老家差不多了 这是潘石高速 目标潘石 好 正好碰到 你看这个警察现在都佩戴枪支了 我又做了潘石到洪奇岭的汽车 那么上一集呢 就是从镇开始说 前面都给我略掉了 对吧 现在去洪奇岭的路呢 还是可以 两旁都是玉米粒 应该说这个 国有马路铺的还是达标的 开上去还都比较平整 然后他们会是在楼马里 都是阿米斯卡 在高尔西卡 现在已经成功了 所以有一个地链 最后来的那个好地 就是我们家住审 到我们的旗审 这个公馆大会上的积极大 好像马路上的 车不是特别多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环境 每一幅郭文贵都非常精进 有可能脑泪综合 越往空气里 越内心翻涌 我只是一个旅行者 因为关注郭文贵事件 然后才去了 现在 在太阳号 这边的房子一般都是一层 这应该是红旗岭镇的前面一个村 这个红旗岭就正政府到了 一拐弯 就到了镇上 我就是说到车子到了红旗岭 那么红旗岭到了以后 我另外还要换乘 这个三轮 应该是三轮 三轮 啪啪车 前往赵家沟 应该还有六七里的地 我现在就把下面的情况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下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专车 对 都开到底了 哎呀 哎呀 哎呦 等一下啊 好 好 好嘞 好嘞 现在就 到压钢了 这个阵子都是这个 主要是有刚才的 我少年没做过程 离开了洪庆岭镇 现在想 应该是郊外 就乡下 颠的都不行了 这个路对面修好 这个路都没修好 没修 没修啊 没修 这边有建厂 后来黄了 没人修了是吧 对 这边没修 哎呦 那是建厂的吧 要命了 这个 这个可是难开 这个当时 这个人都颠的不行了 因为这个 所在的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 就是原来有一个涅矿 叫吉恩涅矿 后来就关张了 就也就前两年关张 他都挖完了 然后呢 就留下了这个烂尾工程 就是这个路啊 本来准备可能重开一条 结果呢 就 矿都挖没了 还看 做什么路啊 算了 就丢在那里 所以特别的颠了 颠的都 人都 揣不过去 没人修了 不管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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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边基本上的庄稼 这两边基本上的庄稼 应该很少 原来靠着跨铺的排铺 基本上这个前面没什么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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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人名字叫郭文贵 不认识 你是宏祁岭镇本地人 本地人都不知道 不联系这边 没问题 刚才我因为趁着 因为实在颠的不行 现在换了一个好路了 就刚才颠完了 然后我就问他了一下 他说知道不知道有郭文贵 他说不知道 接下来这些路 郭文贵泪流满面了 因为以前可能是阳长小道 现在稍微宽那么一点 因为郭文贵如果要去 宏祁岭镇 一定要经过这条路 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叫涅矿啊 啊 这是涅矿是吧 对 就是哦 前面那个村叫什么村啊 啊 这个叫什么村啊 这个叫北新河 哦 北新河 哦 赵架沟 干不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村啊 啊 赵架沟 嗯 过这村就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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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 是 年轻的另外一个村 对 哦 嗯 哦 那是 年轻的另外一个村 哦 哦 有空气里也挺的 啊 哦 啊 那个 造家国 对 过的山就是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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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就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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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